災害已经变成了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更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 是一个传球性的问题 而災害其实不想起来 不分种族 不分文化 不分经济 不分平复 大家都是同样的面对 而且今天人类这种災害 多多少少可以说 除了地震 火山之外 我相信像水灾 像其他东西 大概某些因素是因为是人为的 基本上水也不能够说 在某个地方能够制造灾害 尤其是气候变化 是传球性的问题 在北极所制造的二亚化炭 也可以影响到南极 这个是没有一个地区性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这边 我看到我们很小的 这样的人力物力 去点起了这样的一个火花 希望能够累积传球人的参与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这个汉望论坛 假如能够把它很有制度化的 而且很有权威性的 把世界所有从事各种灾害的科学研究 就在经验新设备的原发 或者是新设备的推广 人员的训练 变成了一个制度化的去提升 传球在这方面的努力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最高的理想 像中国 日本 像印尼 像智利 像其他的一些 受到台风影响的地方 受到风灾 水灾 像今天的曼谷 像这些全球 尤其是重要长寿灾的国家 能够共同的来建立一个 如此一个论坛的一个宪章 我感觉到 你必须有一个制度化 权威化的去推广 那么你能够制作一个宪章 哪一些专家 哪一些人能够尽量地把它包容 在这样的一个论坛里面 那么我们可能会更加 能够制度化的 对某一个课题 某个课题 我们来做一个非常有效的深入的研究 但这个涉及到庞大的经费 这个论坛只要能够变成一个 联系的一个中心点 每一年都有能够在这个论坛 自己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 推广他们的经验 甚至能够把大家组织起来 作为一个传球的一个防灾 或者减灾或者是灾后的这样的 一个旧软的这样的一个核心 这样子的话我伤心 明天会更好 OK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